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人兴奋的尖叫 展现马英九的高人气 依旧魅力不减 21号 国民党民进党不约儿童 深入客家庄苗栗抢票 蓝营主帅朱立伦与副手王如玄再度同台合体催票 炮火四射 痛批民进党害怕开放 要将门关起来 朱立伦坚持 台湾未来一定要拼经济 要开放 走向自由经济 才能和全世界合作 选前冲刺的关键阶段 候选人每一天都在争分夺秒 尽管对手朱立伦和王如玄21号白天才刚刚同台回访苗栗票仓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当天晚上就连赶新竹苗栗两场造势晚会 替自家民意代表站台 目的明确 也是要抢拼客家票 看到这么多的兴趣 来本蔡英文假语 来本明清党的立委假语 爱就敌脸 苗栗已经改变 选举冲刺 据了解 在这最后的二十几天关键时期 蓝营是把重兵部署在桃园 新竹 苗栗 以及传统的蓝营大本营 台北 新北两市 尤其新北是朱立伦担任市长的地方 更是有殊不得的压力 除了打团结牌 蓝营也是再次强调竞选主轴 要力拼经济 当然绿营也没有闲着 在传统的蓝营优势选区 绿营也在努力的拔装 地图实现翻转 我是齐飞 现在台湾 明天的2016候选人蔡英文 22号参加台湾七大工商团体举办的经济发展论坛 工商界大佬劈头先提问两岸议题 蔡英文重申 维持现状 但没问到台湾企业目前缺电 缺水 缺人财等困境时 蔡英文提出了解决办法 工商界人士表示 蔡英文说的不够清楚 论坛首先让蔡英文发表她的证件 大约半小时左右 在谈到两岸关系的部分 蔡英文仍然是维持现状的论调 我也会致力维系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我主张以维持现状作为处理两岸事务的核心原则 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的关系 未来会珍惜并且维护二十多年来协商跟交流互动所累积的成果 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 不过这样含糊的观点并不能让台湾工商业界满意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 台湾工商界人士继续追问蔡英文 大陆方面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 作为同台湾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 你将要如何具体的回应 我们一旦有了执政的机会 明年选举完 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跟国际的社会也好 跟对岸也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说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沟通 那我们也期待会有一个好的沟通 让在整个在处理后续的两岸关系里面 我们有沟通 不挑衅 不会有意外 来持续的维持我们这两岸关系的这个稳定 论坛结束后 记者采访了与会的台湾工商界人士 台湾表示 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仍然感到疑虑 两岸政策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模糊的 假设我想蔡主席当选之后 我们会非常担心两岸的像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继续的维持 好 也毫不客气的直接问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因为大家知道蔡英文是一直是反核的 他要建立所谓的非核家园 但是台湾的企业要发展 绝对离不开核电 所以蔡英文的能源政策对于台湾的未来的发展现实吗 那蔡英文本身的能源政策又是他所谓的空心菜政策里面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了 因为蔡英文不要核电 他也认为火力发电也会造成大污染 那不要核电 不要火力发电 那怎么发电呢 那蔡英文就提出要用所谓的替代能源 可是以台湾的环境 台湾的河流既急又短 水力发电是不通的 台湾的风力是不稳定的 所以台湾的风力发电也是不通的 那至于太阳能发电 你说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些冗地 可以去进行铺太阳能板吗 也没有啊 而且太阳能发电成本太高 所以弄来弄去 台湾不要火力发电 不要核电 也找不到替代能源 那只有天然气了 那天然气的成本又特别高 而蔡英文竟然又保证十年不调账电飞 这完全是一个吹牛的话 可是呢 这样的一个话 工商团体必须要当面挑战蔡英文 他才能够使蔡英文的底能够卸出来 所以我早就预测 工商团体跟蔡英文之间面是第一个问题 一定问他能源政策的问题嘛 前段时间 张忠谋啦 郭台铭啦 许胜雄啦 都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提出来 工商业最苦的 就是怕将来会缺电啦 你蔡英文无法解决缺电的问题 你怎么带台湾走出经济的困境呢 另外今天台湾的工商团体也希望蔡英文 直面两岸政策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会对台湾的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进而又会对台湾的工商团体的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台湾只要是一千大企业 台湾的一千大企业 你叫得出名号的 大概在2012年都表态过了 全部都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我说九二共识不只是两岸共识 九二共识是全球共识 那政商共识 在当时其实除了蔡英文 除了民进党以外 大概对九二共识都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面对到一个政治的现实 企业界也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看起来各项的民调 蔡英文是有胜选的可能的 因此先不在所谓的九二共识的问题上面 就跟你蔡英文纠缠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就是空话 你反正就是维持现状 因此现在工商企业界 他比较迫切 就是说你要我这些工商企业界 不做政治表态 可以 但能源可不可以先搞定 所以他们先把焦点把它能源上 因为能源是他们的生命线 但是能源问题是无解的 因此现在对工商团体来讲 他们失不失望 很失望 他们担不担心 非常担心 但在面对选票 要决定一切的时候 他们也只有一票 没有其他的办法 所以我认为工商界 都已经开始在准备 自己的逃亡路线 换句话说 2016年之后 如果民进党上台 像是200年之后的那种企业的 大出手潮 我认为一定会出现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分享点评 台湾2016选举复职候选人辩论 周六登场 三党候选人紧锣密鼓备战 还得先改掉小毛病 像是王如玄试着把语速放慢 口头禅也不能说 而陈建仁的幕僚呢 则是提醒他 要记得看镜头 不过重头戏三党候选人辩论 谁的一面更大一些呢 根据TVBS最新民调 超过半数的选民 无法预测谁会胜出 看来候选人还得多花点心力 来说服选民 和景卷座谈 剪了头发的王如玄 拿起麦克风 滔滔不绝 把握辩论前 每个练习的机会 有进步吗 回想上个月刚参选时 一开口像是打开机关枪 加上无意识的口头禅 嘿嘿嘿 这些统统都得改掉 幕僚特训之后 现在没了 嘿嘿嘿 语速也明显放慢 就差最后一位 脸书影片模仿哈卫省 自创玄味 难得搞笑活泼 看到不一样的王如玄 玄味就是独一无二 只有我的味道 即将跟他辩论的对手们 练习都没松懈 暖男大人哥 说起话来 自然诚恳有逻辑 不过幕僚提醒他要看镜头 而徐欣盈跟宋楚瑜还互相练习 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事情 所以会 应该是说会严重以待 其实徐欣盈的台风 本来就算稳健 只要保持平常心 尽量避免小结巴跟紧张 但是重头戏主帅辩论交锋 谁能脱颖而出 根据TVBS的最新民调 却有过半的选民 没有办法预测 谁能够表现突出 届时辩论场上 能否扭转乾坤 不仅要夺子弹反击 还得花心思抓住选民的心 我们再来关注 岛内其他方面 台东21号发生嫌犯 持枪闯民宅挟持人质案 三名大学生遭控制行动 在与警方对峙了21个小时后 22号下午的4点35分左右 嫌犯林国正被警方逮捕 最后一名人质也平安获释 台东市区21号晚间 惊传持枪挟持案 一名因为偷盗前科 被通缉的灵性男子 21号遭到警方围捕 嫌犯从顶楼逃逸 并随机闯入附近民宅 挟持屋内三名男性大学生当人质 警匪从21号晚间7点多 持续对峙 警方派出大批警力 鹤枪实弹封锁现场 嫌犯在21号晚间9点多 先行释放两名大学生 不过仍然有一名男性大学生遭挟持 嫌犯认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激动的要求和警方谈判 嫌犯满腹委屈 最主要一项是他自认为被警方陷害 他声称 尤其之前和朋友讨债 结果却被陈信刑警侦办之后 变成了掳人乐熟 刑则变得这么重 岂不是要入人于罪 最近朋友又告知 警察准备要上门查枪 他才决定逃亡 两个小时后 在明代和警方的劝说下 先释放了两人 但是还有一名大学生身处险境 遭挟持的过程当中 大学生从三楼跟大家喊话 朝人群大喊没事了 安抚道场关切的家属之余 也希望外界能够保留一点空间 张信大学生看起来没有外伤 精神不错 在嫌犯被警方带离之后 他也在家属的陪同下 步出了屋外 家属相当不舍地将他紧搂 张信学生表示 感谢警方和外界的协助 并说遭挟持的过程当中 灵性嫌犯没有伤害人的意图 甚至将子弹取出 交由人质向窗外展示 而南大生的外观虽然没有大碍 但还是被送往医院进行详细检查 台东发生这起挟持人质事件 附近的民众也相当关心 警方拉起了近100米的封锁线 却还是有不少民众聚集 甚至有人骑了20分钟的车程来凑热闹 但其实警方待命全副武装 鹤枪实弹现场相当的危险 呼吁民众目击类似的状况 千万不可围观 以免危及安全 影响警方任务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何时小丽 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 12月22号共同发布的最新数字表明 截至21号 今年经由地中海和陆路 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总数 已超过100万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字 截至到21号 今年经由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 为97.25万人 另外还有3.4万人通过陆路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等地 在这些难民和移民中 有大约一半是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 另外有20%和7%分别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 数字显示 今年有超过80万难民和移民是从土耳其出发 经过爱琴海抵达希腊登陆欧洲的 在那些试图通过地中海偷渡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中 已经有超过3600人因为翻船而葬身海底 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 欧盟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方案 包括成员国分摊难民配额 支援周边国家控制难民流 扩容巴尔干地区和希腊的难民安置中心等 但是目前落实这些措施的进展缓慢 联合公安理会22号通过决议 将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 划边界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救援的授权延长一年 至2017年的1月10号 根据决议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 在通知叙利亚当局的情况下 除了已在使用的路线外 有权使用越过冲突线的路线 和叙利亚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的四个边境过境点 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到叙利亚各地 决议说叙利亚冲突及暴力升级已经导致25万多人死亡 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局势仍在恶化 1350多万人迫切需要援助 其中被围困的39万多名平民近况悲惨 今年只有不到1%的被围困民众收到粮食援助 此外持续暴力还导致420多万难民逃离叙利亚 安理会对此深表关切 决议说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 对叙利亚及该地区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极端组织还通过蓄意干扰和阻挠 阻止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决议要求叙利亚当局在内的所有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 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决议重申 叙利亚冲突如无法得到政治解决 局势还会继续恶化 强调要全面执行2012年日内瓦公报 及今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达成的共识 联合国安理会2014年7月通过决议 首次授权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 及其执行伙伴可跨越边界线和冲突线 为叙利亚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 安理会去年12月曾延长这一授权 正在黎巴嫩访问的意大利总理伦奇 22号在贝鲁特呼吁 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 意大利总理伦奇当天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伦奇呼吁国际社会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 帮助解决大批难民给黎巴嫩带来的重负 他说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应该采取切实行动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要增加对黎巴嫩教育方面的资助 因为教育能使青少年减少暴力恐怖活动 伦奇说 意大利对黎巴嫩慷慨接纳大批叙利亚难民表示赞赏 他希望欧洲更多的关注这一地区 萨拉姆在记者会上说 大批叙利亚难民涌入给黎巴嫩带来重负 特别是对经济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严重影响 黎巴嫩希望意大利和欧洲能全面理解黎巴嫩的现状 尤其在社会和教育等领域向黎巴嫩提供支持 同时也希望在安全和反恐以及军事方面给予帮助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自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逃至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一度达到120万 黎巴嫩已经成为全球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 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232人是难民 目前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90%的叙利亚难民靠借债度日 黎巴嫩政府多次表示无力继续承担这一重负 呼吁国际社会向黎巴嫩提供更多的援助 伊拉克安全部队22号收复了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 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首府拉玛迪的部分城区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巴尔省安全官员介绍 伊拉克地面部队当天在伊拉克空军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空中支援下 从多个方向向拉玛迪市中心发起猛攻 收复了拉玛迪西南部分城区 这名官员透露伊拉克军队在进攻拉玛迪的激战中 击毙了至少48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俘虏了14名武装分子 另有8人受伤 他没有透露伊拉克军队士兵的伤亡情况 此外国际联盟战机当天还轰炸了位于拉玛迪以东 约35公里的东湖塞拜地区的两处伊斯兰国武装据点 炸死至少14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伊拉克军队上月重新发起收复拉玛迪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收复拉玛迪市区内部分城区 以及周边多个地区 正逐渐收拢对拉玛迪的包围权 美国洛杉矶时报当地时间12月20号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考虑 加大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广络攻击力度 以遏制其通过网络扩大影响力 阻止潜在的恐怖袭击 据报道美军官员称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本周将与网络司令部高层会晤 起草一份针对伊斯兰国的网络战选项清单 军方黑客和编程人员 为此已经开发出一系列的病毒软件 美国加州本月初发生恶性枪击事件 造成14人死亡21人受伤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制造血案的夫妻党枪手 可能在网上受到极端组织蛊惑 被极端化后发动袭击 为此白宫希望看到国防部 还有哪些能给伊斯兰国带来更多压力的网络战选项 眼下而言美国政府倾向于在确证 极端人员的电话电脑或其他数字设备后 发动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 一些国防部官员则认为 美国应该采用传播 木马病毒软件等网络攻击手段 让极端组织的网络通信陷入大面积瘫痪 不过包括联邦调查局和情报部门在内的执法机构 则反对涉及面更广的网络战 理由是这些举措可能妨碍情报机构通过网络通信 获取极端人员地址和阴谋等关键情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8号表决通过一项议案 显著收紧38个免签证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条件 同时规定过去五年内曾访问过叙利亚 伊拉克伊朗苏丹等国的免签国家和地区旅行者 将无法获得赴美免签许可 这一议案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不满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地时间12月21号在德黑兰表示 美国新的签证规定是某些个人出于政治目的 为各方切实履行伊核问题协议的有关条款制造的障碍 扎里夫称 伊朗方面认为这项新规有可能违反伊核问题协议中 有关取消针对伊朗国际制裁的内容 他希望此事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同一天伊朗议长拉里贾尼也表示 美国新的签证规定违反了伊核问题最终协议的有关内容 并可能会对协议的执行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众议院8号表决通过一项决议 显著收紧38个免签证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条件 同时规定 过去五年内曾访问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者 将无法再获得赴美免签许可 如需申请签证 将可能通过更为严格的安全审查 让伊朗不满的是 伊朗贝根 叙利亚 伊拉克和苏丹等国 一起列入了这个所谓的高风险地区国家名单 伊朗方面批评美国政府此举 是暗指伊朗涉嫌支持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 而实际上 伊朗一直在努力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 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国武装 好的 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带您继续看新闻 随着12月的来临 西方不少地区都在庆祝圣诞 举家团圆 然而对于那些铁窗后的人们来说 这个节日却让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 但波兰的囚伴们 今年却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机遇 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向家人传递圣诞祝福 我们看到和听到的这首圣诞MV 节奏欢快 似乎与其他歌曲并无太大区别 然而这首歌却是由波兰 扎布热一座监狱里的囚犯们所创作的 MV里的人也都是正在该座监狱服刑的囚犯 由于都是由囚犯们亲自撰写歌词 因此这首圣诞说唱MV展示的感情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有对家人的思念 也有对过去的悔恨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嚮往的 这首歌曲的发起方是一个 帮助囚犯适应社会的基金会 他们表示囚犯们一般很难对所爱的人说 对不起我后悔 他们希望通过这首歌曲 让囚犯们有个机会向家人展示 他们平时无法直接表达的情感 而囚犯们也表示 这首歌让他们离他们的亲人更近 西班牙大胖子彩票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圣诞彩票 等待彩票揭晓 成了西班牙人每年圣诞节前的一件大事 今年的大胖子彩票与西班牙当地时间12月22号开奖 让我们去看看幸运是谁吧 当地时间22号是大胖子彩票开奖的日子 今年彩票开出的奖金总额高达22.4亿欧元 不少西班牙民众早早就来到位于马德里皇家剧院的开票现场 见证幸运降临的时刻 紧张的时候到了 来自马德里圣伊尔德封所学院的学生抽出了幸运彩球 并用轻松的歌声唱出了中奖号码 79140成为今年的幸运数字 大胖子彩票诞生于1812年 以奖金总额高 重奖覆盖面馆而闻名 据估计西班牙四千多万人口当中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曾购买过大胖子彩票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关注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的新闻 除了收看周一到周六周五十二点的海峡五报 以及周一至周三和周五至周日 晚间九点档的海峡新幹線之外呢 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幹線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